因為高溫和缺雨的影響 造成龍眼和荔枝的開花率降低 也連帶影響到蜂蜜的產量 像臺中太平的蜂農就表示 今年產量只有過往的一成 而雲林的蜂農也擔心了 說產量低又因為生產的成本高 會導致血本無歸 希望蜂農可以比照荔枝和龍眼 來申報天然災害補助 農業部也表示會盡快的研議 來降低蜂農負擔 蜂農將蜂箱打開 雖然裡頭的蜂群密密麻麻 但看看蜂巢裡頭實際有蜂蜜的 實在少之又少 蜂農很擔心以往3月到4月中旬 是蜂蜜的採收季 但今年受到氣候影響 導致缺水和高溫 讓重要的蜜源植物荔枝和龍眼 開花率不佳 約只剩下以往的三成 連帶也影響整個蜂蜜的收成 台中市太平區的農民說 今年蜂蜜的產量 只剩往年的一成 讓蜜蜂的數量也跟著減少 蜜蜂死亡蜜源減少的情況下 讓這個蜂蜜產量減少 農業荔枝都有補助 農業荔枝就間接影響到蜂農的採蜜量 農業書表示 台灣中南部受到2月高溫的影響 農業荔枝開花率不佳 已經公告中部的中章投雲4個縣市 以及嘉義 台南和高雄等縣市 為天然災害現今救助地區 但蜂農表示 希望讓連帶受影響的養蜂業也納入 農業部表示將盡快演繹 然後這樣的話我們成本也會增加 雲林的蜂農也表示 為了增加蜜蜂體力 會以胃糖的方式來肆育 但物價上漲下 連帶影響生產成本更在抬高 而最近蜂蜜的產量 也只剩下以往的三成 憂心血本無歸 希望可以儘快納盡補助 來減輕負擔 基爾林健身王威雄 台中雲林報導